嘿啊 老闆公伯啊 為什麼北港的鄉親 都要拿家拿媽祖過世日 你怎麼知道媽祖是家裡的人 就代表是梅酒啊 以前北港媽在過世日之前 都會回去梅酒去進行一段 在那個古歷的三月十八回來的北港 在自己從祖廟回來發力相招的時候 在北港的料景和富君的拍攝都過世 就是因為這樣好 所以我們的鄉親都選在三月十九二十這兩天 來迎接媽祖婆的料景 那也因為這樣啊 北港的這兩天啊 比過年還跟餐場過年啊 這樣喔 老闆公伯啊 你今天要給我四千塊 什麼 那你自己說 今天北港比過年還跟餐場過年啊 去年紅包兩千 這樣今天喔 你先來打包給我 是 那你在押稅錢還有起雞嗎 拿去啦 拿去買湯了啦 辛苦了 感谢观看